大家好,我是川博的文物修故事 我叫曹圆圆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水彩来画一只大熊猫 因为在成都本地可以看到很多大熊猫 然后我想表达的是 希望大家能去关注动物 去喜欢动物,想要保护动物这件事 所以就出现在我画里面的动物 我希望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就是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性格 然后它的那些神态和它的动作都很吸引人 会让人就忍不住去喜欢它 就想表达这个 然后大熊猫它就刚好符合我想要表达的这些特点 想要画出每一只熊猫的特点 肯定是要花时间去观察的 首先在外貌上就应该通过观察来分辨出它们的不同 就眼圈啊,耳朵啊,脸型啊,体型啊,等等这些方面 然后就是它的表情和神态 需要你经常去看它就是对待不同事情的一种反应吧 然后多去观察它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细节 然后就综合起来 我觉得才能就抓住它的特点 修复师的工作我觉得就是在还原文物本身面貌的同时 然后去学习和提高自己的一些审美和认识吧 我觉得和画画就是相互促进的吧 画熊猫需要做哪些准备 我觉得需要先去喜欢它 就是去感受每一只大熊猫它可爱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就是你得有那种你迫切的想要把它呈现出来那种心情 我觉得才能把它画好吧 工具方面的话 基本上你手边有什么都可以去尝试着用起来 就铅笔和本就可以啊 就可以去画速写 然后就想办法用你手上的工具去表现你自己的这个感受 我感觉还是要分两种情况吧 就是看你是想要就很认真的去学一些通过学习一些基础 然后再去画大熊猫 还是你只是想就是嗯 像作为自己一个普通的爱好 我想把它画成什么样子就把它画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看自己的想法吧 要是想把它画的就是那种 大家都是90%人都觉得很好的那种可能就是需要去学一些就是那种基础 或者是学一些手法然后才能展现出你想要的那种感受 如果就是普通的话的话就比如我想让画面就表现得很漂亮是我喜欢的这种色彩 然后我也可以自己嗯就用适当的工具去表现出来就行了 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喜欢画画的朋友 给我自己的建议嗯我希望自己能就经常去观察自然观察动物 然后保持自己想要嗯想要去画画的那种热情 这个比较重要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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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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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